阿姨 你有没有看见小宝和黑妹 没有看到没有看到 好像是走了 前面早上我去买菜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准备去 衣服衣袋包包都在 我也不晓得了现在我回来了没有在 什么你是不是炒 跟他们炒架了啊 炒啥子啊我怎么炒他们 那他们为什么要做 我不晓得不晓得 那他们往哪个发现做 没有看到啊 我买菜开的时候他们两个在这 收拾就在 我也没有问他 万一你跟他吵架的话我饶不了你的啊 没有吵没有吵我也不晓得 不晓得 黑妹 黑妹你怎么跑出来了 阿姨你怎么过来了 我今天不上班 然后回去的时候看到你们那个不在家 我就出来找你们两个了 是不是阿姨又骂你们那个了 阿姨没有阿姨今天没有骂我们两个 那那走走走我刚好有一件好事跟你说 走走走咱们回去吧 阿姨 你不要再留我了好不好 让我回去吧 让我带着小宝回去吧 你也知道 家里面那么那么大一件事情 一件又一件的在那里摆着等着我去解决事情 你说我叫我不要回去 我听你的我们两个在这里 想办法解决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一件事情都没有解决好 阿姨我真的我心 我心情真的要爆炸了你就让我回去吧 回去的话 一切都好了不用解决了好不好阿姨 不是今天刚刚有一个老板跟我说他说他要帮助我们两个 咱们先不要回去咱们说咱们先不要回去嘛好不好 咱们就看到 我这个老板怎么帮助咱们两个行不行 阿姨你不要老是相信这种好不好 之前有几个老板说要帮助我们两个说要给多少w 你也看到了那最终有没有一件事情是帮助到了的对吧 我们也还不了人家恩情 人家也不可能白白给我们那么多米对不对啊 所以你不要相信这些了好不好 今天那个老板和前面那些不一样今天这个老板是咱们把它做事 然后他就愿意帮助咱们这个米 咱们先回去嘛好不好 阿平真的我也知道你一直在为我想办法 但是你不要去相信这种了好不好 让我回去吧 不管怎么样咱们就看计划嘛好不好 如果计划他能帮得到咱们的情况下咱们就帮 如果不能帮到咱们的情况下咱们就不让他帮 好不好你先听我的咱们先回去吧而且 你看我不我也不可能让小宝你们两个单独回去 要回去的情况下咱们一起三口好好回去对不对 行不行你就计划就听我的吗 行不行 行吧那阿平我就相信你一个晚上好不好 就看今天晚上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明天早上我们就回家了哈我就带着小宝回去了 明天早上要回去的话咱们一起才回去回去 好那我们先回去吧 detox 没事 没事 vor 谢谢观看